天高海阔 张修杰 找的听众朋友的留言 那么首先非常感谢 有些留言呢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一位叫Rose的朋友 他说我的报道不全面 FDA在5月16号已经跟亚培达成了协议 亚培在两周之内会恢复婴儿配方南非的生产 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新闻 如果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美国奶粉短缺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了 所以感谢你的提醒 有一位叫陈冲的听众朋友留言 你应该不是那个我小时候中国大陆很有名 那个电影女明星吧 他说玛丽乌波尔 就是我过去的节目里面经常称之为玛丽波那城市 他说那里的乌军已经投降了两天了 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来评价这个新闻呢 我想你应该是想提醒说 玛丽波的钢铁厂底下的乌军 有很多人已经走出来了 已经投降了 被俄军俘虏了 所以这应该是俄军的一个重大胜利 另外一位朋友甚至还送上了一条链接 我大概看过了 那个链接就是玛丽波钢铁厂的乌军走出地下公司 然后被俄军俘虏的那个影片 其实关于这个新闻 我个人觉得它并不是值得我们在新闻当中重点跟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俄乌战争我们看的是全局 如果说玛丽波钢铁厂 俄军现在把地下公司里面的乌军一部分给俘虏了 这就是他们伟大胜利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胜利对于整个俄乌战争 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玛丽波钢铁厂地下公司的乌军 坚守了多少天 你有看过吗 82天 作为俄军重点进攻的玛丽波城市 整个城市已经被俄军炸成了一片废墟 这个钢铁厂也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这些人居然在地下公司里面 坚守了82天 你觉得他们不应该尊重吗 现在确实他们走出了地下公司 他们为什么走出地下公司呢 因为他们其实是奉乌克兰最高当局 包括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 走出公司向俄军投降 泽连斯基怎么说呢 他说乌克兰需要活着的英雄 这些人在钢铁厂地下公司 坚守了82天 俄军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用不同的炸弹对他们轰炸 也没有让他们放弃抵抗 现在他们接受了乌克兰最高当局的命令 站出来投降 我觉得这种行为 完全符合我心目中英雄 因为他们的抵抗 已经拖住了俄军大量的兵力 现在在俄乌战争已经发生了 这么多变化 打到今天情况下 他们在坚守在马力波钢铁厂 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你可以认为这是俄军的一个重大胜利 但是我们更应该去了解的是 俄军的这个所谓重大胜利 有改变整个俄乌战场 所以我们不同的人看待这场俄乌战争 有不同的角度 因为我们获取的信息渠道不一样 之前有一位听众还质问过 你觉得在中国看到的信息是虚假的 难道在美国看到是真实的吗 不一定在中国也有真信息 也有假信息 在美国也一样 只不过看到相关的新闻之后 我还是那个建议 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去思考一下 好了 那么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 就值得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了 这位朋友的名字应该叫 Thomas Thomas Lin 林先生在留言当中说 中国历史与英美历史比较 然后四个问号 然后张 就是张秀杰的张 然后可笑 可笑后面是三个问号 你到底是觉得我可笑还是不可笑呢 如果你觉得我可笑的话 我建议你下次应该留惊叹号 那么看来林先生的想法是 中国历史怎么可以跟英美历史相比呢 所以我的节目当中讲的内容是可笑的 那么我想问林先生 为什么中国历史跟英国美国的历史不可比呢 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 我们是黄种人 还是因为他们讲英语 我们讲汉语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 我们今天把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做对比 我们是从道德 从理念上面把同类的事情做一个对比 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种在中国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有人看待同类的事情呢 却有不同的标准 那我想这种同类的事情 不同的标准就是不客观了 我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英国历史 美国历史的一些事件 不能够拿来跟中国的一些历史相比 我认为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很多朋友 因为过去教育的体系的原因 导致了他们在同类历史事件面前 却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标准 并且很多人呢 沉迷其中 而并不自知 我们就拿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台独的理念 跟美国建国的理念做一个对比 难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 不是分裂了自己的祖国吗 华盛顿难道不是英国培养出来的英军的将领吗 华盛顿在这个英法战争的时候 他曾经在英国军队里边官制少将 只不过他回到美国之后呢 被英国政府把他降为上校 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将军 难道华盛顿在建立美国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吗 并且这个外国势力还是英国 就是他的祖国的敌对势力 他勾结的那个外国敌对势力 是一直想削弱英国的法国 在美国独立战争过程当中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 就是大家所了解 那个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 如果不是他在金钱上 在军事上大力支持美国的话 美国的大陆军很难说 能不能战胜英国的军队 那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历史的角度 跟标准来看待这个台独事件 那么今天我们看中国大陆很多媒体 不是批评台湾的这个台独势力 是分裂祖国吗 在推动台独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大陆媒体不是一直也指责 台湾政府跟这个国外势力勾结吗 比如说美国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是经常被中国政府批评的 那么这个事情跟当初的美国建立 在历史事件角度有什么不可同比的呢 比如说同类的历史事件 我们却有不同的标准 我们还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吴三桂 我今天问大家吴三桂是谁 很多人都说大汉奸 出卖中华民族 引清兵入关 然后呢导致了中国被这个满族人统治 那么康熙是谁呢 讲到康熙很多人说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皇帝 这个价值观就很奇怪了 康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皇帝 为他打下江山的吴三桂却是汉奸 他们两个到底哪个是中国人 哪个不是中国人呢 那么当然很多人会说 后来这个吴三桂又背叛了这个康熙造反 所以最终被康熙平定 其实吴三桂背叛康熙 是因为他跟康熙之间的权力斗争 吴三桂被称之为汉奸 并不是他后来造反反康熙 反这个满清 而是他当初引清兵入关 清兵入关之后 清朝的建立 从清朝的这个经济发展 从民生角度 他不是比这个腐败的明朝更加好吗 如果康熙是中华民族伟大皇帝的话 那么应该说建立这个 比明朝更加强大的清朝 吴三桂应该有一份功劳啊 清朝比明朝强大吗 当然了 清朝光是从他的 后来发展的国土面积 你就知道 今天中国的国土面积 就是在清朝受所奠定的 讲到这个领土 比如说很多人都十分推崇 中国的汉唐 中国的汉唐时期呢 很多皇帝像这个汉武帝啊 唐高宗啊 他们都开拓疆土 什么叫开拓疆土呢 就是这两个朝代 都灭了很多西域的国家 灭了一些东亚的国家 比如说高沟吏 就是被唐朝所灭的 那么当中国的王朝 去灭这些西域国家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对中国有军事威胁的 为什么汉武帝唐高宗 他们在攻灭其他国家的时候 你就用开疆拓土来形容他 那如果这种开疆拓土的 封功伟业角色互换呢 中国成了被开疆拓土的国家呢 那你又怎么看待呢 所以我们看待 现在发生的一些新闻 我们往往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一下 但是呢 这里边不存在说 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 不可以思考 就像今天中国大陆的媒体 经常说普世价值 并不适合于中国 民主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 那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呢 如果同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话 为什么一个被证明良好的制度 到了中国却退行不下去呢 很多国家推行民主制度 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甚至有混乱的过程 也许不同的国家的民主制度 有它各自的特点 但是总体从民主制度的角度来说 我很难相信 有哪个国家是一定不适合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在其他国家是良药 到了这个国家就是毒药 到底是还是不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们最重要是 能够平心静气的理性客观的去思考 通过思考 我们才应该有结论 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有关台独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 而这些立场相当的对立 谁也不能够说服谁 但是有一些客观的角度 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 有听众留言说 说台独这个概念 本来就不存在的 也有人说台独 其实在日据时期就有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台独它的合理性跟合法性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看法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新闻的角度 是从大家听众朋友的留言来聊 因为昨天我们讲到 有关对台独这个理念的争议 那么今天大家留言当中呢 一如所料 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这个台独的概念 根本就不存在 非要炒作就是别有用心 那么我不知道 这位叫扣户的听众朋友 认为谁是别有用心 台独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台独这个理念 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争论 难道你没听到过吗 所以你可以对台独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不能说台独这个理念 根本就不存在的 而有些听众认为 这个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 有些听众还这个列举了 李登辉的这个七国论等等 反正大家在网上的留言都很热烈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独呢 其实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边 会提到台独这个问题 完全是因为那个发动枪 这样的疯子周文伟 周文伟的事件 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观念的人 在对立的情况下 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 很明显周文伟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 周文伟在美国的生活 他可能觉得很不如意 好像今天我看到媒体报道说 他写信给他过去的台湾的一些邻居 说在美国什么做牛做马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回到台湾就解决问题了吗 就不用做牛做马了吗 那有媒体说 他在台湾的生活也不如意 如果在台湾几个大学当过教授 甚至会调鸡尾酒也能当教授 在台湾这种生活不如意的话 那我真不知道周文伟 他要的是什么生活 反正他这是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 挑起了一个话题 就是对台独的看法 那么很多大陆的朋友 讲到台独啊 都觉得十分愤怒 说这个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符合大陆媒体的描述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 自古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自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 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这样的 在中国的史记当中 对台湾有记载的是在中国的东汉末年 就是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的五国 孙权派了一位将军叫魏温 那么这个魏温呢 据说是去过台湾 为什么我说据说呢 因为在三国的史书里边 所记载的魏温去的地方叫宜州 宜州等于台湾吗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 或者地理学家 敢把宜州跟台湾有证据的把它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从中国的东海岸出发 往往顺着这个洋流 最容易去到的地方是朝鲜半岛 还有日本 那么还有就是琉球 以及这个澎湖金马这些小岛 那么到底当年这个东吴的大将魏温 去的地方这个宜州 跟他们所描述的宜州 是不是台湾呢 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再有就是魏温如果真是到了台湾的话 他去台湾干什么呢 如果说台湾从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领土的话 那么应该是中国的某一个政权 可能是割据政权 可能是中央政权 在台湾建立了自己有效的行政统治 那么那个时候台湾应该被称之为 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很遗憾 魏温到这个宜州 他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抓了几千人回来当奴隶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么你能说那个时候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所以这明显没有说服力 然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都有不同的记载 但是中国的史记当中 明确记录到台湾这个地方的 应该是在元末到明朝这个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来自日本的浪人 海盗都已经在台湾落脚 因为他们要通过台湾做跳板 然后到澎湖金马这些地方 然后再到中国的福建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有对台湾有效的行政统治吗 好像在史书当中也没有记录 那么有哪个国家 他最早对台湾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统治呢 答案是荷兰人 荷兰人被称之为海上的马车夫 因为他们的航海贸易做得很好 所以荷兰人发现了台湾 并且在台湾呢 建立了自己一部分的行政管理 其实在荷兰人发现台湾的时候 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王国 这个王国的名字有点搞笑 叫大肚王国 就是大肚子王国 大肚王国其实是由台湾 几十个土著部落所形成的 那么他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统治了 整个台湾岛呢 其实现在看来也不是 他只是统治了 当时台湾已经被开发的一部分 如此而已 所以当时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荷兰人 荷兰人后来又跟西班牙人发生了战争 然后呢 郑成功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了 郑成功他本身 他的父亲郑之龙是海盗 郑成功最终赶走了荷兰人 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最后他的子孙又投降了清朝 所以从那个时候 台湾才被纳入清朝 才被纳入中原的版图当中 郑成功是中国人吗 这里边也有争议 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肯定是中国人 不过郑成功的母亲据说是日本人 那么郑成功算是哪一国人呢 大家还记得前不久 在冬季奥运会上发生争议的古爱玲 古爱玲是哪里人呢 有人说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他应该算中国人 那如果这样算的话 郑成功好像应该算日本人 你看这又是一个 谁都不能说服谁的观点 那好 我们就算郑成功是中国人 是汉人 郑成功建立了他的王朝之后 他的子孙投降了清朝 最终清朝开始对台湾进行有效的行政管制 那么台湾自古是谁的领土呢 如果谁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行政管理的政权 这就是谁的领土的话 都好像从这个角度说 台湾应该是所谓的荷兰人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是某某国家的领土 这个概念其实是很站不住脚的 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衡量今天国家的边界的话 那么就天下大乱这个观点我在过去多次讲过了 因为中国的汉唐时代统治的疆域达到了今天的中亚 李白就是吉尔吉斯坦的人 你能说李白因为出生在那里 吉尔吉斯坦今天就是自古以来中国的领土吗 唐朝也占领过朝鲜半岛 但是占领的时间并不长 那么今天的朝鲜半岛算不算中国的领土呢 所以自古以来啊 并不是我们来衡量台湾应不应该独立的一个依据 台湾应不应该独立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除了国际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台湾岛内的民意 另外一位叫魅力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让我看看台湾人对这个周文伟枪击事件是怎么看的 这个视频我知道 我看了一下开头 这个视频一开头呢 他很明显就试图把周文伟枪击事件呢 把它形容成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屠杀 我想这位主持人他也知道新闻的真实 其实不是这样所以他后来又改口说 周文伟是中国移民的第二代 我想问什么叫中国移民的第二代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到台湾之后 有大量的中国大陆人到了台湾 那么这些人跟台湾本省人 你怎么区分他呢 你把那些人称之为中国人 把1949年以前已经在台湾生活的人称之为台湾本省人 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对立的呢 今天在台湾的很多本省人 其实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中国的福建 或者中国的其他地方 那么他们算中国人还是算台湾人呢 如果按照那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 周文伟的父亲是来自中国 所以周文伟就算中国人的话 那么今天生活在台湾的本省人 要几代以前到了台湾 才算是本省人不算是中国人呢 我毫不客气的说啊 想把周文伟事件描述成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 就是跟周文伟一样有病 我昨天在节目里边说了 周文伟之所以丧心病狂的发动这起枪击案 就是因为他本身有极端的政治理念 加上他有精神病 这两个因素导致了这起惨案 那么周文伟病在哪里呢 因为在他看来 只要不符合他的立场 不符合他的理念 一律都是谩骂羞辱 直到在肉体上消灭这些不同的立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会把一些分歧推高到仇恨 然后呢 把仇恨化成你死我活 其实在人类社会当中啊 分歧是永远存在的 你死我活解决不了分歧 作为非政治人物的平民 对某些政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可能会产生争论 但是作为周文伟一届平民 靠这种发动枪击案 能够消灭台独吗 能够让分歧被化解吗 退一万步说 周文伟把当时长老教会的人 如他所愿全部都杀死了 然后放火 然后再引爆炸弹 把他们全部炸死了 台独就可以被消灭吗 很明显周文伟这个所作所为 是他精神有毛病 是他心理有毛病 他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法 来解决他认为的问题 周文伟的这个心理疾病啊 是因为他觉得 他在美国的生活不如意 他收租还被这个恶租客打了一顿 那么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周文伟把台独都消灭干净了 他在美国的生活就如意了吗 所以作为你跟我分享的 那个电视节目 那位主持人 非要把周文伟发动的枪击案 描述成中国人屠杀台湾人 很明显他跟周文伟一样有病 因为他希望把一个孤立的事件 把它解释为仇恨 他希望推高这种仇恨 他希望在美国的中国人 跟台湾人发生对立 所以我觉得那个主持人用心十分歹毒 其实我自己生活在美国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知道有多少台湾人反对台独吗 我认识一个台湾本省人 他的国语当中夹杂的 十分浓厚的这个闽南语的口音 但是他告诉我 他是深蓝的 蓝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原话 他说我的深蓝如马里亚那海沟一样蓝 我坚定的支持国民党 我坚定的反对台独 这就是一个台湾本省人 他的政治观点 而在台湾的外省人当中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当中 你知道有多少人支持台独吗 你能够拿中国人跟台湾人 或者台湾本省人跟外省人 来作为一个政治对立的风向标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拿周文伟事件 把它形容成中国人跟台湾人 或者台湾外省人 跟台湾本省人对立的话 那么这个人一定跟周文伟一样有病 这些人的言论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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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